《刘邦不及秦始皇》 统一全国,建立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,结束了诸侯国长期割据战火纷乱的局面。 可遗憾的是,这个国家也只延续了15年就陨落了,还没喝酒就分了,本来始皇以为会传万事的秦朝,到了秦二世就亡国了。 说到秦朝短命的原因,人们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暴政,繁重的摇曳,抓捕壮兵修长城,修陵墓,铸造繁华的宫殿阿旁宫,还焚书坑儒,让百姓苦不堪言,食不果腹,烧不小心还会丧失性命,死无全尸。 这些百姓未必无奈,觉得横竖都是死,不如拼一回,说不定还有生机,罚不道,朱暴秦,于是举国响应,秦陷入了危机。 可是,我们忽略了一个细节,秦朝的故地并没有发生过农民气。 义,都是一样的制度,都要服繁重的摇曳,怎么故地就没有极异,很显然造成秦灭亡的,远不止这些。 首先,秦灭六国时只是做到了武力上的镇压,并没有做到心灵上的臣服,其余六国心理上并没有甘于屈服秦国。 比如,秦楚对战时,楚国虽然败了,可他们不甘心,说出,楚虽三顾,王秦必楚,展开全文结果准得可怕,让人震惊。 从第一次接干起义的陈胜,吴广,到后来的向梁,向羽,再到最后建立汉朝的刘邦,他们都是是楚人。 这并不奇怪,只是楚南宫遇见了楚人反抗秦国的决心,哪怕只剩下几户人家,也要反抗秦国。 由此可以看出,秦只是征服了六国,真正意义上并没有统治六国。 其次,秦统一六国后,秦始皇帝排众议,站在丞相里斯这一阵营,用军线制取代分封制。 这一决定,直接导致秦在六国故地的力量十分薄弱,秦文化也没有渗透到六国之中,因此其余六。 国基本不认可秦国的法律,而自从商鞅变法,秦国故地早就适应了法家的政策和法律,习惯承受强度大的摇曳,而六国并不适应,他们对法家观念很是淡薄,但是,就限制让各国为无差别对待,显然,让原来六国的人心怀不满。 而这种激进激行的思想,不是很稳固政权。 这一点,汉武帝就做得很好,他提倡大树百家,独尊如数,设立汉学,让百姓在思想上承服,用这种相对比较柔软的思想,让百姓们逐渐接受,最终实现大一统的局面。 最后,秦似乎忽略了原来六国的门阀贵族,他没有顾及原来六国旧臣的利益,并没有给予他们一些区别于平民的待遇,直截了当地将他们身上的贵族特权剥夺。 而这些人大多数具有号召能人意识的能力,由高高在上的贵族,忽然变为平民,他们当然不会甘心。 因此,他们一直等着复国的时机。 这三点才是秦朝十五年就灭亡的真正原因,他用武力太快地打败六国,太过急功近利,最终被六国反噬。 但是,试想,如果他放慢进城,编辑尽为缓慢,让其他六国在前一幕话中,逐渐接受秦国,接受秦文化,秦朝也许就不会这么短命了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